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美中冲突的一个全面化 那现在两国看起来都好像有意要惹事的那种感觉 那其目的或者说它的可能的发展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两位来宾 一位是这个董思琦董老师 那一位是苏子云苏老师 请两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现在有一个状态 就是说之前台湾这边马前总统 有针对这个台海的一个氛围 有做了一些分析跟提醒 就是说他也提出所谓的首战 如果共军犯台的话 首战集中战的一种概念 那这部分其实好像也得到相当程度 在中国这边的一些媒体 也有相对这个议题有一些回应 或者说有做一些报道等等 那比较特别的是像说我们知道中国这个鹰派的官媒 就是那个环球时报 就是说这个等于是一个附属的一个 虽然是一个小媒体 但是他通常也是中共他们这边 要做一些政策的一些风向 或者说一些诉求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报道平台 那环球时报其实最近在针对这个台海情势 他们也讲了很多一些论述 比如说他也曾经在23号的一个社评里头 对这个整个台海情势 他有一个分析说 其实台海目前的一个情势呈现一种所谓螺旋式的下坠 那个所谓螺旋式下坠 虽然他说虽然距离战争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风险是逐渐的一个迫近 那他的一个论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像在这个两岸 两岸的一些互动 以前所谓的美中台好了 美中台整个一个局势的结构性的演变来讲 在陈水扁的时候 台湾在陈水扁总统当政的时候 即便是那个陈水扁跟那个中国这边有一些矛盾跟冲突 感觉比较紧张 但是那个时候 环球时报他们自己就认为说 美国是站在一个灭火的一个角色 或者说去站在一个类似仲裁也好 或者说灭火的一个角色 所以对这个整个台海情势反而是可控的 即便说两边 就是说陈水扁或者说中国这边 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矛盾的时候 美国可以站在一个 处理一些比较平和的一个角色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进到所谓的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这个阶段 那个美国的一个立场已经不一样了 美国立场是站在 等于是好像跟台湾这边是 等于是扣在一起 一起来对抗中国 所以这个环球时报在分析这个角度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北京也不希望所谓发生战争 也不想说因为这样来造成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他们在更早之前 除了发表的时候所谓他们不希望有战争这个概念之外 他们曾经也是一种毫不客气 针对这个台海一个局势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他们也提出一种概念说 那我们就到时候第一级打出去 我们可能斩首 如果斩首不成功 那也许后来后续的一个发展 或将 或许将来有可能 就会把蔡英文总统 把他拉到中国去做一个审判 做政治的一个审判 这种很强烈 很那个鹰派的一个主张都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立场感觉说 有时候一下子强硬 有时候一下就好像有点舒缓 不知道这个部分 苏子云 苏老师 你怎么去看这个 他们这个风向的一个问题 我想中共的官媒很幽默啦 对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一个偷换观念的一个 一些引述 或是他论述就是在偷换观念 就是 怎么说偷换观念 把台海跟南海东海这些紧张的局势 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美国不再对中国做这种继境主义 或是磕头外交 那他就把这种转嫁到台湾身上来 事实上台湾目前就是说 蔡总统他并没有做任何挑衅 所谓的中共的一些政策或举动 这将近五年来并没有 所以相对是稳定的 那因为美中的这一种大战略架构的不相容 就是西方文明世界不再忍受中共这种偷窃科技 渗透政治 然后输出中国的数位威权模式的情况之下 那中共他反倒是刻意找一个 就是说因为台湾 这是整个是在做一个甩锅的行动 找理由 对 那他就出口转内销 又是在做一个大内宣 对 所以我想中共官媒 其实有点像说我们用白花脸讲 变成说是整个北京大战略上面的 工具 租队友 租队友 就是说 如同前次我们跟张大哥聊的 就是 等于中共现在一些军事的行动 在向全世界证明 对 中国威胁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反而证实 对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讯息里面 其实我们只要用一个逻辑来判断就是 中华民国是民主国家 对 那个威权的中共极权政权 他为什么在那边刻意的 就是说用一些虚假的讯息来宣传 这就整个是一个认知作战 在这种认知作战就是说 忽而说 哎呀 大家不要开第一枪 忽而说 哎呀 不希望战争 忽而说 哎呀 我要把某某某就是中华民国元首 绑架到北京去受审等等 对 就基本上他论述前言不对后语 这个基本 我观察是比二次大战纳粹的宣传还不如啦 纳粹的宣传它是号称现代传媒的一个就是说政治跟大众传媒经典的一个典范 就是纳粹的宣传部嘛 格贝尔就是一个宣传部长 那到后来前苏联的一些宣传等等等等 到现在中共宣传因为搭着网络科技就是可以变成B2C的行销 可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状态 就是说因为他有所谓时间序的一个问题 他也许先硬 然后后来感觉最近又比较软 然后后来可能又会因为某一些因素来又变成强烈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内部他们反而是在反映说 他们内部对这个议题其实没有很一致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一个定调 所以才造成他们官媒有这样的一个反差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有可能 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官媒分成电子媒体 文字媒体 或者是说龙媒体 龙和的龙 那这种各个媒体都是在大的宣传部下面 就是一条边的去管控 那但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也不同派系 他表述鹰派或是说鸽派等等的 但是我想还是一样 中共他的本质就是打打贪贪 就是他永远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主义者 他只怕有实力的 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这有点像说我们看张伯仁跟丘吉尔的例子 张伯仁一直要讨好纳粹说 哎呀不要动手 大家好好谈 爱与和平 欧洲大家一家亲 捷克送给你 苏黛德区送给你 莱茵飞武装区送给你 割肉为因 对 啊你就不要打麻 来办个奥运好了 希特勒甚至还被刻意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 我的天啊 但是这种讨好的 磕头的 穗尽主义式的 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和平 反而是丘吉尔很清楚讲就是当你的头在老虎嘴巴里面的时候 你还要跟他讲道理吗 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了就是国防才有和平 这个逻辑才是对的 嗯 不是说因为你哎呀呀就是不听敌人的话 你不乖啊 呵 所以才人家才要打你啊 这根本是哆啦A梦里面那个那个胖虎的逻辑吗 你来听我演唱会不然我就 对对 你来听我演唱会不然的话我就打你哦 是对 那这整个就是在操弄这种氛围说哎和平最棒棒和平红利 可是没有想到说这种和平是假的短的这种例子太多了 所以现在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卑微 我们只是要一亩三分地顾好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经济我们是公平而且是合法跟全世界交往 没有用欺诈我们有很棒的半导地产业 现在变成就是民主科技的这一块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领头羊 嗯 就是号称科技版的北约啦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自信也不是我自己在这边 本轰夜郎自大 而是说跟董老师观察这些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嗯 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我们很自在的去吃饭 然后不用怕说路上监视器随时说哎你那个社会信用扣分了888 你以后不能去买高铁票了然后去超市买个红酒想要周末的时候来个小确信看电影 在沙发里面像那个江辉的歌一样 然后就888 哎呦这个人喜欢喝红酒社会信用扣分 是 这就是乔治欧威尔说的那种老大哥 对哦 1984的那种恐怖 国家跟个人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 那中共目前已经踩过这个红线了 而且它向外输出 这个是等于是说整个民主跟那个威权的一个就是冲突的一个关键 不相容的关键OK那个这部分我也想听听那个董老师的一个分享 你来分析一下你来看中国官媒这样子一个变变变的一个态度 跟一种趋势是什么 那环球时报虽然17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过更早一点的话南华早报在11日的时候就有曾经说过 传出说中共这个解放军有训令在南海这边不要开第一枪 对 所以中国现在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 然后透过这个官媒的报道 那当然这个环球时报比较鹰派 然后而且它主要是对外不是对内 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对没错 那它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散发一些讯息 那它的讯息也包括就是说 这个中国就是自己本身呢 是希望大家在这边不要真的是爆发冲突 那如果爆发冲突的时候呢 它也要告诉你说它其实是做好准备 那所以说如果说有任何会有升高歧视的话 它就会不惜再用军演或者是动武的可能性 那基本上它就是希望这个非中国以外的视听者 能收到这个讯息 然后你们不要升高局势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刚才有提到这个数位这个威权主义 或是科技威权主义啊 就非常重要 它的重点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是对你产生监控嘛 那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可以去混淆你的一些视听 同时呢 它最希望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 去外部找到跟它领域外合的人 所以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有人在说 我们就不要跟着来开第一枪 那可能也是中了它的这个计谋 OK好 谢谢 那我们时间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振宁 您现在受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事件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董事席董老师 美国共和党提名川普已经确定了 在提名的阶段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比较重要的一些宣示 或者一些政策的一个部分 包括在共和党里头 他们发出全代会的一个新闻稿里头 就有讲到说 共和党在2016年通过了一个党纲 就是说2020年这边也一直在沿用 那2016年的时候的一个党纲 其实我们关切当然是跟台湾 或者说中国这部分比较有关的部分 那他有所谓的对台的一个六项保证 因为他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采取片面式的一种改变现状 所以这个部分党纲也写到说 未来任何关于台湾未来议题 必须和平对话且获得台湾民众同意的一个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 那川普在这个提名大会里头 有不断的对外演说的时候 有讲到说 其实他未来对中共 中国也要撤回一百万个制造业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甚至对中国带回来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个不允许那些工作机会 外包给中国的公司或是邦联的一个合约等等 所以他其实有传达一个很重要讯息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 其实未来在经济这个领域 甚至也可以做一个脱钩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其实影响非常的一个大 可能也相当程度才到中国的一个痛处 所以那这部分 董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好的那关于这个美中 美中是否能够在经济上面真的脱钩 是进来大家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重点 那美中之间呢 这个贸易呢 当然有一方是买 有一方是卖 但是不可会言的是 过去呢 透过在中国制造 然后消防美国市场 然后让这个所有人都可以用到 比较好的这个产品的这种模式呢 已经风行了一段时间 同时有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权力的 这个结构的出现 然后也造成了这个我们在这个消费市场 或是制造市场上面的一定的习惯 按这种习性 那但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他之前呢 并没有很明显的抗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开始不是这样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一开始还更多是针对俄罗斯 那可是你又发现到 他实际上上台 一到他商人本质 他马上就算到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赚我们这么多钱 然后还可以对我们这么大声 那这种状况之下呢 还不断的有一些威胁的动作出来 那后来呢 才发现到呢 原来从某一些部分呢 中国已经透过这种经济的方式呢 去侵蚀到美国很严肃的是 关于国家安全的这一块 那所以一开始的商业制裁 其实是从华为开始 但我们也发现到 在24日的时候 美国的商务部又开始增加24个 对24个中国企业的制裁 那你会发现到这些对于中国企业的制裁 已经不是针对的华为这个公司 或是针对的科技智慧财产权 而是这些企业呢 它是跟这个南海问题 有所关联性啊 然后助长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侵略或是进出这种行动的这些企业 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开始要有脱钩的状况啊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对也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在啊 这各国都在做这个同时呢 美国开始要去提出这样的脱钩的想法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道理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中美呢 经济在很好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美国的这些在地的这些投票者 他并没有感受到实质上的好处 受到好处的这些可能是透过这个国际贸易的人 那透过国际贸易的人 可是现在国际贸易又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推动之下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经济上面呢 各国不是只有美国 是包括各国 还有包括像我国蔡英文总统 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 520的就职演说上面也提到了 那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还是要本土的这个民生相关的这个产业 为先行 然后去带动一些不会受到这些外部产业影响的 那你也从中间你可以看到说 这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而言 这是一种筹码 那他因为现在也必须要先顾国内的这一个经济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说 中国也才会愿意来做 第一阶段的这个中美贸易协商的后续的谈判 简单来讲就是中国愿意 那我再买一些美国的农产品了 对 从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说 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脱钩呢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资讯 在告诉说 这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你不这么做的话能怎么做 那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现在在选举期间他所做的一些行为 那更放长远一点来看的话 未来这一个美国会不会持续往这边走 不管川普总统会不会他就职之后就改变了 这个连任之后就改变了 或者说这个拜登呢 当选总统的时候会不会完全推翻 那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 在这个疫情还在持续的状况之下 在这个5G的这个竞争还没有缓解的状况之下 这个美中在经济上面的这个冲突 以及脱钩的这个状况呢 事实上不是只有美国在做 世界各国也都在做 而且有可能在继续在往前推进 好那董老师刚刚是从这个美国这个角度来做一些比较广泛性的一个分析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因为刚刚董老师有讲到说那个地摊经济 李克强的一个地摊经济 其实习近平那边其实态度好像对这个东西不太买单 或者说有一些意见等等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一块 那中国这一块呢 其实讲到习近平 习近平其实在8月24号的时候 他有见一些这个可能是国内的一些经济社会专家 有个座谈会上 他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这个讯息其实感觉起来跟前几个月的那种 你说官媒也好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发言体系 一些官方的外交体系 或者是国台办等等 他那种叫嚣了 或者说跟你战然外交的那种氛围 习近平在那一天传达出来的那个讯息不太一样 他在那个场合里头 他有讲到说 其实中国很愿意 跟他们合作的一个国家 地区跟企业 包括美国的州 还有地方 还有企业 来做一些积极的合作 展开这些积极的合作 那感觉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一点感觉也要 当然态度不太一样 那或者他要跳开那个美国总统这个部分 因为美国还是一个帮连嘛 直接要对州 直接对企业来做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合作 苏老师你怎么解释 一样的就是在对美国做一个政治渗透了 我们知道美国各州都可能会在 若干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等等 对 不过呢 他这个关键如果你买农产品等等 不是在所谓敏感科技的保护 或是说那个限制条款里面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也不会去阻止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渗透是说 哎呀他跟美国各州的这个州长 可能是送出一个讯息喊话说 我可能可以多买苹果玉米等等的 然后就是又要去影响美国选举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 不好的方法 因为美国早就警觉了 这不会有效 不会不会 那再来就是说美国最早是在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就是海斯 华为大江这些无人机等等都是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有美国就是陆军等等 他们测试过有一些危安的疑虑了 所以从2018年开始就把这个放进去说美国可能会就是认真的去查核这些资讯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 接着美国国防部出了一个就是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安全的那个评估报告里面就列出了300多项那个可能中共的红色供应链的那个问题 危害美国的这些核心的技术的咨询安全 那很清楚了就是我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美国他现在跟中共他在做了 其实就会变成回到冷战时期那种两个集团啊 就是前苏仁集团那自己有一个经济体 那美国这里自由世界就是一个经济体 那为什么美国在90代希望中共可以加入这个全世界的大家庭 就是一个自由的贸易民主的政治 因为这自由贸易跟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你又会有监督嘛 那在威权的中共那边是不可能有监督的 反而更糟糕现在是中共这个国家政府变成市场最大的CEO 他可以决定谁的产品可以上市谁的产品下去 然后中共的这些大公司的劳动劳总 一个一个被消失被不见被自杀被跳楼等等的 那最后就是说让西方国家更皮皮抓 是说你怎么出了一个叫做国家情报法 任何的公司个人都要去协助国家收集情报 这种情况下 好啦就是如果说你不挡华为的话 那个共党支部就来说 这是情报部要你做的什么什么东西 你就把这些大数据收一收吧 就是啊那个美国哪些人在哪个州买了什么东西 啊这个是政治人物 他的行踪他的坐车你全都可以知道 那就可以在必要车可以被威胁 那随时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品牌手机里面 就可以暗藏这些硬体韧体 特别强调韧体韧体是那个原生的的那个内建的 这个东西你是无法移除的 所以就是从中共的本质来看 我们才会担忧这些产品 是所谓的不干净的 不干净的相对美国就提出一个干净的网路 就是排除你这种政治的介入 那我总是要有一点小小的很卑微的隐私吧 那我在国家安全层级上面 我总不能让你渗透吧 在公司的获利上面 我总不能把公司的机密的伤情随便就外泄吧 对所以这个都是回到一个很简单 就是其实只是不想让中共红色政权 藉由科技手段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么单纯 OK好那请教董老师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前驻美的一个大使 他其实在看最近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也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目前感觉美国跟中国之间 已经有那种回不去了 就是关系已经回不去那种感觉 从这个户关那个大使馆那个部分 那贸易战一路下来 那他有一个观点 说其实他们在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 就想说 那中国其实 他们一直在跟美国讲说 他们不会取代美国 中国无意挑战美国 但是这些问题看起来 美国也听不见得听得进去 那刚刚苏老师也有讲 你搞了一些科技的一些监听 或者说一些那个动作等等 其实也是在侵害 等于是在那个潜伏在这个国家里头 可能是一种破坏的一个坏分子 或者说未来可能当做一个筹码来运用 那中国前苏美大使的观点 就是说那美国不应该把中国 看成第二个苏联 因为他们所谓没有所谓的军事集团等等 那更早之前我们也看到 但是你看他们一天到晚 也是在不断的在一些军事方面 在做一些秀肌肉的一些动作等等 也是做事 他们其实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董老师你怎么看 那我个人认为 那本来如果说没有 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话 那全球化的状况直接更深化 然后这个贸易更加的融合 那美中之间要斩断各种关系 其实比现在这个状况还要更难 但是经历了这个武汉肺炎疫情之后 其实我感觉到一点 世界各国重新回到了 民族国家的这个疆界的想法了 欧盟也重新回到了 各国他们自己要如何来面对这些疫情啊 要如何来振兴经济啊 那过去想象的用经济 然后就是说没有任何的 这个对抗对立的方式 大家一起来推动经济的状况 回过到本质来遇到危机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想 谁能够帮助自己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只有自己的国家可以帮助自己 当然各个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的这个 的这个政治人物呢 他就更加必须要注意到 民意的一些象背啊 那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虽然这位前大使啊 他认为说啊 美国不应该敌视中国 但是就美国立场来讲的话 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做出来了种种举动 那往往都是这一个呢 水巴上面说一套 但是动作上面做一套 美国方面已经是很实质的感受到各项的威胁之后 才凝聚出这种在各个领域之中都必须提防中国的渗透 而这也不是只有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澳洲 看到加拿大 然后还有看到很多国家 现在也都陆陆续续 更不要急到我们台湾 都已经感受到这个中国 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清透 那我想这一种战争呢 以及对于这种自由侵害的这种防止的这种举动呢 我看已经是回不去了 那除非中国有 在中国共产党有改变的可能性 但是从现在中国的体制来看啊 这个习近平的主政还会持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还在持续的领导状况之下呢 那全世界呢 这个所有的自由地区呢 领悟到中共的这个领导之下的这种生活方式 会对他们生活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是大家世界各国都会感受到的 OK我们还是期待这个往正向的一个发展 就是时间看能不能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OK 好谢谢今天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谢谢 谢谢